在北海道游学日子里 最难受的莫过于不能自己做饭 学太忙没机会啊 终于啊 等到了这个休闲的一天 我去超市里采购了一拨食材 准备给同学们露一手 在宿舍的休息区 开一次见面的小厨房快闪电 昨天我买了那个好多食材 今天我们要一起在厨房里做饭了 进门秀 我今天要做葱 炒 羊肉 乌冬 九月一听 九月对不起 没有事了呀 对不起你 但是我还做那个明太子奶油酱三明治 你要吃明太子那个 哪个你都吃都尝尝 还要做豆腐 我终于买了日本这种 就是一小盒一小盒分块 可以单独调味的豆腐 然后还有就是终于买到了明太子 这个在国内不太好买 这个一会儿也可以接一下 今天穿越五宴的 有我们H班 是H班吗 我们一班 11班的九月和五圈 还有我们的高级班同学都买了 这一班的精英 还有淡隋 米兹桑 这个要这个 和算 先把这大葱给用 然后加入这个洋葱 因为觉得这个洋肉不放点大葱 还是差点意思 所以我们吃巨姿 快200块日元 10块钱 买了一根葱 现在还有别人的辣椒用一下 下雪天和羊肉最配了 这边羊肉180克 好像是30多块钱 那和中国差不多的价格 可以先加一些醋 加一些酱油 哇 哇 哇 加点醋 哎呀没有香菜和稀料的 九月 这道菜里集合了所有你不吃的元素 对不起 但是我是想你能尝一根面 我一定会尝一根面 这是什么呀 这是那个小方块豆腐 用这个鸡蛋酱油 先在这个底下 给所有的豆腐一个底 我也起码够咸了 行切成这个就够了 这个是蒜盐口味 明胎籽口味 锅 放在章鱼烧上面那个小的红姜 再加一点这种中华芝麻的那种 是带着一点点醋味的 哇 那个芝麻的酱汁 一道豆腐菜就搞定了 嘿 各位简单一碗油 这样很简单 一道豆腐菜就搞定了 那让我来切 那你切洋葱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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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吃饭 吃饭 吃饭 点大利 给肉家 事 他们来自动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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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建木小厨房快闪店圆满落幕 果然人与人之间是可以靠一顿饭来连接的 在这个漫天大雪的北海道 我用不太熟悉的调料做出了家乡的料理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儿 感谢这个十分一根大葱 还有更多北海道游学节目陆续放送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